所以說包含了屏東這塊海灘 還有這個台中 甲南到北部的坑子口 這幾個海灘我都去過 我都去過 它這個海灘不是出去就萬丈深淵 不是 它是延伸的緩坡 那緩坡就告訴你 登陸作戰最怕這種坡 為什麼呢 你很快就會擱淺 你的船沒辦法靠到岸邊 你很快就要擱淺 想想看 一擱淺 它要跑過這麼大的一片海灘 這怎麼跑 那這是已經登陸 已經可以登陸才這樣 淺灘那個距離很長 至少兩到三百公尺以上 你就暴露在我們敵火彈道低伸的威脅 暴露在我們的火網之下 我們再往前推 再往前推 在外海的時候 那個叫做進入 那個海浪進入我們進去之後 它會有一個回浪 會回浪 所以你的船一定要加速才能往前走 不然你跑不動 會被吹走 會被海浪帶走 就在你加速海浪回浪這個瞬間 那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反周波射擊的射擊線 就是這些火炮 就這些火炮大概多遠 大概四到五公里 就是在那一線 剛好就是整個浪涌回潮 他們要加速的那一塊 那就是我們的射擊線 你知道嗎 所有的火炮 它的性管有三種 一種叫順發性管 就是撞到船才會爆炸 那個船在海上多難打 那麼小一艘船 我的火炮要打中你不容易 但是有第二種叫做什麼 叫空炸性管 它距離那個船大概30公尺 就砰就爆炸 那你想想看 炮彈爆炸天女上花 這些船會怎麼辦 這船很慘耶 非常慘 我跟你講 我看過空炸性管那個炸過去 那個地上跟下雨一樣 整個那個蛋片撒出來 那你想想看 這共軍很嚴重 你共軍要來登陸 你一定要換小船 大船靠不了岸門怎麼登陸 對不對 你說那個萬噸的船 還沒靠到就擱淺 他一定要換小船 那小船你想想看空炸下去 那小船躲哪裡 他沒地方躲 沒地方躲 大家看過搶救雷人大兵就知道 你在換塵區那個空炸 炸起來那個在水裡面 那個那個炮彈 那個咻咻咻這樣打 那個人就結束了 所以說登陸這麼簡單嗎 登陸真的這麼安全嗎 登陸這麼神勇嗎 對不對 解放軍 你有沒有做過登陸教育的心理作戰 如果你經過你就知道那有多可怕 而且我們國軍專門在幹一件事 我們侵略人家 我們專門在做防衛作戰的 你叫我們去登陸 國軍可能不會 我當了32年兵 我就沒學過登陸啊 因為我們沒有要打人家 沒有要去打中國 沒有要打人家 可是我的我從台灣頭到台灣尾 我都住房過 每一寸土地分配多少彈藥都分配好了 而且每一個兵他可能 你問他兩件事他永遠不會忘記 第一件事你什麼時候休假 報告兩天後 第二件事你的防禦區在哪裡 桌起哪裡 柚子啊清清楚楚 為什麼吃飯的傢伙 那是他吃飯的傢伙 每一次戰備測考 長官來必問他必答 他都答不了會被禁價 那另外就是我如果這塊守不好 如果敵人從這裡上來 就是我的損失就是我的疏忽耶 我會害全台灣 因為這樣子而淪陷 所以每個兵 雖然平常你看那個兵嘻嘻哈哈的 等到真正的作戰演習 時候非常嚴肅 每一個人一寸土地一寸土地在算 所以我們叫什麼叫精準接戰量地用兵 我們的海灘是一寸一寸在量火炮的發速 所以說真的以為這麼簡單 你以為我們在海邊 我們在這個海邊邊海演習 我們就這樣隨便打放煙火 不是每一發炮彈落下去 我們都在算他的炸點 他的這個涵蓋的面積 哪裡有空檔 哪裡有不足 我們要加一發 所以那個落彈點是經過計算的 那不是說打上去打飛魚 隨便亂打 不是每一個彈點都有計算 而且呢 每一年我們的火炮說打40發 每一年的40發射擊的遠程近程 都在做調整 為什麼 隨著中共他的武器的改變 隨著解放軍登陸船艦的改變 我們在調整射程 每一年都在調整 所以相信包含北中南可能登陸地點 都是這樣精算過的 他只有這裡能去 因為你像花東那種峭壁 他沒有辦法登陸 那所有可以登陸的海灘 我們早就已經量地用兵 量得非常精準 所以說你中 很多人講說 所以共艦出現在高雄外海 是代表他們想從南部登陸嗎 從南部登陸 有這種想定嗎 從南部登陸的共軍 不是頭腦壞掉 就是他的戰術有問題 你從南部登陸你來幹嘛 第一個你的腹地很小 尤其是從屏東這邊上來 你一上來你就斷了 就整個就斷了 人家把你擊到恆春半島你就玩 那高雄呢 對 高雄第一個 高雄是我們海空軍的重兵 重兵之重 兵最多的地方 軍艦船隻陸軍最多就在這邊 那你的部隊要從這裡登陸 說句實話 那我就等你來啊 我就等你來 為什麼我的人在路上 你的人在海上 你想想看 一個人一個海 誰比較好打 誰比較好打 一個是你要渡海 從大陸渡海過來 從中國渡海過來 你怎麼渡海都要坐船嘛 你又不可能是人魚 你又不會飛 你渡海渡得 而且在中間 我們的軍艦就等在那邊了 因為大家 除非你是天天在船上生活 你是水上人家 否則你不習慣坐船的陸軍 登陸一定要陸軍吧 或是陸戰隊 他不是海軍嘛 你渡海過來已經昏頭轉向了 當你眼睛張開就是火炮對著你 你想想看那種景象多麼可怕 對 所以很多人說 很簡單 他登陸就上來 你是共軍 你要幫共軍講話 我告訴你 沒那麼簡單的 來 范老師 從這張照片 也可以顯示出 這個其實對峙的一個狀況 那也可以讓避免中共 不要在那邊吹牛了 說人在海上多厲害 這張照片已經說明了一切 其實這個消息出來之後 大家看了都非常感動 很多人看完掉眼淚 就是中國是靠中央電視台 這種大內宣大外宣 他是有組織性的在播放 這次解放軍多應有 那是個宣傳 而我們這個是一個小兵 雷根號航母戰鬥群會 但是雷根號航空母艦 也許不會 機率不大 因為他太大燒 十萬多噸了 太大燒了 而且航母戰鬥群 他的主艦旗艦的下面 一定要有潛艦 那麼台灣海峽的水深平均 才一百多公尺而已 那麼潛艦要怎麼下去